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天气又变得有点疑了 自动天气很讨厌 今天看到中国时报的标题 天寒 因为昨天 大家知道是寒露 我昨天在讲的节气 中国有24个节气 这24个节气都有道理 一般来讲大概 每个月份大概有两个节气 那前面的节气 其实小董也都陆陆席道 就是从秋分啊 白鹿啊 双降啊 寒露啊 就是这些一个一个谈来 所以我昨天开玩笑说 那你双降 你想到什么 很多人想到牛肉 双降牛肉 但是 空污 民进党执政以来 空污当然更烂 这个不用讲 这是尝试 火力花电厂全开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空污越来越差 天冷 因为天气突然冷 所以大家看到了 小北百后的老板 54岁 心肌梗塞 昨天过世了 在产业界 大家讲 怎么怎么年轻 是啊 这个人是过去开海产店 海产店生意不好以后 他就转去做平价的百后 小北百后 那 前狗有105家 做得很成功 而且 就是他很平价的嘛 所以大家讲 怎么会这样 那就是 天寒 心肌梗塞 肋胀忍受的道理嘛 你血管收收 血液送不上去 人意阴陷 他又一个人在家里 他司机来载他 发现他已经死亡都死了 为什么 因为你 你人 一分明 没有马上急救 那当然 就等于说 在那边慢慢的过世 有时候想起来 实在很不忍心 这么年轻的生命 但是 人间 白头发 跟生命 它是最空平的 不管任何人 你都会碰到 那当然 人家说 不喜人间见白头 就是这回事 生命有限 可是 正义跟功力 是我们 要追求的 尤其小董 就讲 真话 那当然 我们更要把一些事情 拿出来 仔细剖析 刚听到 news98的第一条新闻 各位想到什么 梁文杰 当民进党的发言人 公开 讲 马上就收了 家里 祖头 陈寅柱的 善意 结果 官司 大家记得那是什么时候 2011年 现在2017年 6年 今天官司定宴 梁文杰跟民进党 共赔120万 这官司从一省 二省 三省都输 马上就卸任的时候 我碰到他的一个幕僚 我跟你讲 恭喜你们老板 他说怎么回事 我说第一个 他不用当总统 很多事情不会被骂 那他问我说 那同样的事情 蔡英文会不会被骂 我说比照不会被骂 马上就可以做了 蔡英文 也可以做 但马上就做会被骂 蔡英文不会被骂 这就是台湾现在的名义 台湾社会本来 就不是公道的社会 每个人 最喜欢讲 台湾在国际社会 都被人家 被打压怎么样 台湾社会本来就在 处处在打压别人 譬如说马上就被打压最厉害的人 所以他一卸任 我就恭喜他 然后 马上就在幕僚问我 那这个当然是啊 蔡英文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啊 我说还有第二点要恭喜你老板 以后他打官司会慢慢的会赢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们的司法是看人 马上就在当总统时候 我法官不能判你赢 判你赢人家就讲我抱你大腿 那你现在卸任了又 卸任了他有些官司 你就可以大家恢复 比较公正理性的东西来看 对不对 这种角度一看 发现没道理 所以周一扣被他告 周一扣输了乖乖去缴5万 现在梁文杰跟民进党被他告 因为梁文杰代表民进党的发言人 梁文杰讲马上就说三亿我在场 那是李涛的2100 前面开讲 这个节目后来主持人是我 我那时候常当来宾 梁文杰当发言人 党主席那时候是蔡英文 然后他讲了 我就觉得很吃惊 这个善意从何而来 他说我引记什么周刊 周刊上面没有写数字 你有去跟谁求证吗 结果他没求证 当然这官司他输了 一审输 二审输 跟一审又输 那今天上午定宴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 就是施法慢慢的 过去大家信口讲马上就什么 马上就当总统时候 官司几乎都输啊 不当总统以后 官司输赢大概各半 那老实讲 他告人了那些东西都应该赢 都应该赢 因为他到底还不是常人嘛 他卸任总统还不是常人 但是慢慢的我们的司法可以回归一点点 结果马上就这个幕僚听我讲说 他将来官司会慢慢的赢很多 他就很开心 哎呀 司法还是有救 我说司法有救要法官有是非之心啊 检察官有是非之心 我们现在多数都没有 现在八九层的司法官 就是包括法官跟检察官 是利盈的走狗 我讲这个很清楚 我在任何地方都讲 我们司法院的法官 多数都是狗官 我讲这个也很清楚 我非常不屑啊 我讲的是在判政治的时候 他们就看颜色 就是真的就是看颜色 你有时候讲这个法律的条文这么清楚 他可以把他掰到无罪 就这样啊 你说马上就告梁文杰这个赢 那些讲马上就收钱的 一堆人讲金谱中收钱的 这一件赢也不过十分之一的赢 前面有九件都输了 很多人不知道前面有多少都输了 只是输了大家就认为 哎呀马上就本来就该输 然后那些打赢的官司的人 就到处好像自己就获得了怎么样 法院的证实 那些无耻的臭嘴啊 不是名嘴啊 无耻的臭嘴 在我们这个行业比比皆是 信口开合 我也常在讲 利盈的或蓝盈的 很多政治人物 但我讲人家收钱收多少钱 我绝不信口开合 你说啊 那个人已经很坏了 你都讲他一件 我不要 对不对 我过去跑陈水扁很熟 他收那么多钱很多人讲 你知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我哪会知道 他收钱他不会让我知道 但你再都讲他一件 我不要 我没有证据我不要讲 我讲的一定要有证据啊 阿扁海外洗钱 我是最先拿到了 我都不敢报 民国97年 7月我就拿到了 瑞士的那份 那份关键的那个 我都不敢报 为什么 因为5月马航九当总统 我要是来报的话 我要是来报的话 所有人都讲 你看 马航九一上任 就把阿扁的布法资料 让董志生来报 我 我不敢报阿 8月14 在立法院被洪秀柱立委给报了 就这样 然后就变成扁案了 各位 然后海外海角七役什么什么就出来 是这样 我是先拿到了 阿谁给我我不知道 他就寄到TVBS 那我一看 觉得有点问题 我去求证 我求证的证实是真的 那份资料是真的 我不敢报阿 各位朋友 有时候 因为我不是 以爆料为主的 所谓名嘴 我是以评论为主的名嘴 那邱宇是又爆料又评论 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 那我们做评论 我们就 你要很中肯 很扎实 然后来做对照 民进党的发言人代表民进党 所以梁文杰跟民进党 要共赔120一 我觉得太少 为什么 我们民事 其实是看每个人的身份跟地位 全世界都一样 民主国家都一样 马上九的身份跟地位 其实是不止这个价 对不对 你在路边 跟一个 跟一个人吵架 骂人家王叉蛋 对方去告你 可能赔五千赔一万 如果他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附近大家都认识他 大家也看到了你在这样骂他 可能赔十万 他价码是不一样的 这个叫跟社会跟社会地位有关 经济或社会地位 来评断赔多少钱 全世界都这样 你不要说他为什么比较贵 因为社会的地位不一样 全世界都是以这个来评断 你不要讲说 为什么马上九就要比较高 因为他就是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看到了 我们这个判决啊 我是觉得判一百二十万太少 但是法官既然已经判定验了 那就定验了 民进党一定很多人觉得说 那是一个怎么回事 简单讲 陈寅柱过去也是江湖 江湖人物 后来他因缘聚会 又到奥文 奥文是个赌城嘛 发现那边有商机 这商机是怎么样讲的 就是说他 当然赌博他是个博弈 像金门在搞博弈嘛 二十八号要投票 很多朋友互相在网路上拉台 说一定要回去投 我所认识的所有的人都是反对的 都是反对的 要回去投的也都是反对的 那 这个大概是一个现象 就是说你好像赞城就要土利水 就要毁坏地方风气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这样的方向 但是其实小董因为这个议题 我两个礼拜前我就评论过 这是一个假议题 你百分之百通过也没有用 因为今天台湾首要你要做的事情 不管谁执政 不管马航九执政或蔡英文执政 国民党或民进党执政 今天台湾要做的事情 都要民进党同意才有办法执行 我讲这个不是长大人自欺妹自己威风 因为民进党比较强势 他比较敢 你不顺从我我就占领花园台 就这样 民进党就是这样 然后全民就很好 大家挺他 对不对 多数的老百姓不要脸 你也无言 就这么回事 他们没有是非的 你听我节目一定是有是非的人 但不听我节目的人也很多 那你今天看到 我们整个台湾的情况 陈盈柱 这个人后来改邪归真 他资助很多人 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可是大家还是认为他是博弈大亨 博弈大亨在社会来讲他是比较负面 那他的背景我不认识他 他背景是怎么样 他过去曾经走私过金火 那是很凶悍的道上角色 对不对 所以就被变成是一个 好像黑道又有枪又有堵的一个人 就被刑塑成这样 那民进党在2011年为什么要批马航九 因为那时候马航九跟蔡英文在嫌疾 梁文杰代表民进党就出来讲 马航九就跟对方募善意 我不曉得善意从何而来 因为他讲我在场我也大吃一惊 后来马航九就提告了 2011年现在2017年 6年判决下来 那当然了 这个判决就这样 可是我今天看一个脸书 这个脸书是民进党的发言人 他叫吴亦佩 佩是山田水在台北市的市 义是回义的义 號参美女发言人 他说他今天在脸书贴 哎呀他也被国民党告 他说他讲国民党的党产是不义之财 既然被洪秀住 那时候的国民党告 现在要出庭 他说国民党 既然引用了教育部的词典 来说不义之财是互辩 所以就告他言下之意 他写说这叫做 他里面写说 滥用全力获利的不义之词 他认为国民党真的很差劲 吴佩一小姐 你回去问你们民进党 我们有多少名嘴被告 包括我被民进党告 包括我 不要在那边哀哀叫 要干这一行 花言人被告 名嘴被告 很普通的啦 但是 你讲的东西有没有道理啊 关键再也有没有道理啊 对不对 你抽出里面一句话说 我讲这句话就被告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里面一定一大对话 这几年国民党被骂了 至少几万种 莫稀有的罪名 他有没有办法天天告 没有办法 他都诉告也都 对他不利 但是真实的情况到时候我们看 民进党常在告人啊 怎么今天被告就好像 哇哇叫出来 讲东讲西 我不是说他告你以后对不对 这是他的法律潜力 我常被告也是别人的法律潜力 我也没办法去阻止嘛 每个人都会成为被告 对不对 但是 吴佩玉小姐我告诉你 马航九现在有24个官司啊 里面有非常多就是被民进党的 发言人去告的 你们发言人 还跑去告人 然后今天说我们怎么可以被告 这是什么民进党啊 你去问一问你们的发言人 你能告马航九多少案子啊 你自己去查一查 现在马航九有24个案子 这次把他汇诊出来 其实他被告的案子有100多个 里面包括一个性侵害 你没听错 我讲的就是 你会相信吗 当然没有人相信 可是有人告了 你叫受理啊 各位朋友 司法是民进党在玩的 今天不是一个梁文杰或民进党书 就说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司法就是民进党在玩的 现在有没有人去告蔡英文 每天一告啊 告到他卸任 看他有多少官司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 民进党为什么可以 民进党做什么都可以啊 民党当阁员可以 当内阁阁员可以在立法院 骂立委啊 他可以啊 今天如果是国民党呢 你敢吗 马航九执政的阁员敢在 敢在立法院 抢立委吗 不敢 这样花脸很多客家的朋友出来 挺习真卫 说你执行的对 官员怎么可以这样嚣张 这个不只嚣张啊 这个是恶行恶壮 今天 习真卫 因为今天总执行 问赖清德12次 赖清德不道歉 说哎呀 我们李永德委员 李永德主委 其实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表达这件事情 李永德是呛 习真卫 然后脸书还骂他习太后 有这样的格言吗 然后说国民党失色行堂 我好怕怕 他是部长耶 各位他是一个部长耶 他何德何人 他没有什么财人啊 新闻界出生 他还没跑过什么好新闻啊 他就是当年两岸还没开放 他跑去中国大陆 所以人家讲哎呀 中国大陆哎呀 有台湾来了记者 他就一举成名啊 他采访到什么 没有啊 他只是他变成采访的对象嘛 像小董一样 像我的独家满坑满谷 我写了以后 各电视台都要来采访 他有这种本事吗 没有 他就是先说我要去日本 然后从日本偷偷跑去中国大陆 两岸还没开放 然后他就说 我好像自己都了不起 请问你 你去中国大陆 你采访到什么大陆 你告诉我啊 没有 他其实采访新闻是很普通 没有什么本事 然后就好像自己都了不起 因为他在自立晚报嘛 所以自立晚报就 哇好像 哇第一个去中国大陆 自立晚报过去号称党外 过去吴峰山 当总编辑当社长 过去吴三年 创了自立 哦是自立的老板 吴峰山 当了两次国大代表 过去的国大代表 一直是六年 他当过两次 当十二年了 吴峰山 可以国大代表 又在办报纸 我对他没个人呈见 这个不叫正美两期吗 又从政 又搞报纸 啊如果 如果是陈文健 就不可以了 啊正美两期 他怎么可以当立委 又主持节目 民进党出来批他 现在规定不可以 郑立文过去 再主持非碟武餐 啊他怎么可以 他 他刚接国民党 发言人怎么可以 他只要辞掉 非碟武餐 变成我去主持 南京做什么都不可以 民进党 立营做什么都可以 各位 我小董讲的东西 中不中肯 我用对照的 各位上网去查 吴峰山 峰岩的峰山上的山 当了十二年国代 国代国会议员啊 跟立委一样啊 他一方面当总编辑 一方面当社长 他可以 陈文健不可以 郑立文不可以 只有他们可以 你今天看到台湾是 怎么样社会 我告诉你 民进党就是什么都敢 什么都可以 然后别人什么都不可以 各位你讲这东西很简单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从司法 慢慢讲过来 我告诉你 司法的不公道 还多得很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讲相关话题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今天对台湾最大的新闻 其实不是李永德 我觉得李永德是个小丑 他为什么 他在扁正鲁时代 他就当过客委会主委 他现在又重当客委会主委 那他为什么去挑战习正卫 习正卫是华联县县长 傅昆琦的太太 为什么 没有那么简单 各位朋友 他其实在转移话题 他在转移话题 转移民进党在搞台独 赖清德 在讲他是 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他的后续效应 所以他跟你斗没关系嘛 今天上午 花莲的客家乡天出来挺习正卫 所以 独派 主张阿扁要赶快释放 要特色的客家团体 出来挺 李永德 所以这个硬镜精神 这不是硬镜精神啊 这什么客家的硬镜是这样吗 你今天看到了 他其实是在表演 但是 这对夫妻够了 大家看看就算了 我讲喔 其实台湾 今天最重大的事情 中共十九大 习近平李克强 确认了以后 还有五个席位 五个席位 大致上 全世界都在拆喔 因为他现在的 虽然 习近平一个人独大 但是这七个人 管了中国大陆 各种事情啊 譬如说中纪委 中央的纪律委员 是管司法的 那素贪当然是最过力 所以大家就讲 哎呀这个王岐山 王岐山要卸任了 67岁 好 那哪些人会上去 现在全世界媒体都在拆喔 今天会揭晓啊 除了习近平跟李克强 大概还有五个人 全世界大概都拆掉三个 三个大概不会变了 一个就韩正嘛 一个汪洋嘛 大陆人的名字很好记 都两个字的 像李涛 像邱毅 像雷倩 两个字的很好记 汪洋 韩正 韩正大家比较熟悉 因为他来过台湾 那时候 他在台北到处逛 郝龙斌当市长邀他来 那时候双城论坛 他来参加 然后上海要办博览会 结果他人气还蛮红的 他在台北很多路客 看到他好高兴 争相跟他合照 台北路客好多喔 是 那这是大家比较猜得到的 就是汪洋 韩正 然后下来就要猜的 比较会入阁的是谁呢 就是树战书 不能讲陆阁 就录他们这个常会的 那他是习近平的心腹 接下来很多人在猜的 一个叫陈明儿 这习近平在地方上很重要的帮手 一个叫胡春华 这也是很多人在猜的 但是因为各媒体猜的 后面这两个就不一定是 我刚会怎么讲这个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很多人在讲 会不会是 中央组织部的赵乐际 或者是 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王沪林 那这个今天会揭晓 所以这四个人里面 会有两个人进去 我小总讲这个 当然并不是表示说 我对中共有怎么样期待 因为他真正的一把手 当然就是习近平 但我告诉你 中国大陆的一举一动 对台湾影响很大 我们 我们现在 很多事情就 故意装作没看到 那你不晓得台湾现在的处境 台湾在国际上 很多地方被孤立 很多地方你去都不能去 对不对 过去用中华台北 可以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的大会 当观察员 现在蔡政府上任就不能啊 过去用中华台北去的人 被蔡政府 被民进党的人 当场羞辱骂这台奸啊 现在蔡英文想当台奸都没有机会 你可以看到 我们 台湾的处境其实是非常的 危险 那邦交狗不用讲 你如果再去看 现在对我们 最凶险的 除了中南美洲那几个国家 多明尼家 前几天他把 他跟中共外长 的照片 po在多明尼家外交部的网站 他跟我们是邦交国 他跟王毅合照 那你怎么办 哎呦我们会了解 了解有什么用 没用嘛 对不对 那今天传来了 我们是一个 教廷 欧洲唯一的邦交国 教廷很小 教廷我去过 可是他代表不一样 教宗 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宗教领袖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处境 那我们现在自己怎么样呢 各位朋友 你刚刚听的 我们那个节目上面 谈到的 一个 谢志伟 是我们的助德代表 他是第二度去助德 助德代表 他以前派助德国当代表 你知道助德代表 现在薪水多少我不晓得 他那时候在当助德代表的时候 陈水扁时代的时候 薪水是多少 你知道吗 46万 薪水46万 不包括特别会 那现在想必又增加大概50万 就是已经够了9年了 为什么不去呢 为什么不全力去挺民进党 很多人问我说 谢志伟不是外省人 外省人去挺民进党 才要表示特别的忠贞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 各位 你今天看到了 所有的 所有的 外省的名嘴 或民意代表 他们的表现 一定要比本省的 一定要更积极的主张台独 所以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我说这个叫做 外省人的 投名状 你要表达 我投名状 我要比你们更忠贞 所以 谢志伟今天干了什么事情 他在我们国庆里面 中文有中华民国 德文把中华民国拿掉 他把中华民国改成什么 庆祝一个民主政体的106岁生日 各位好不好笑 你说他会不会怎么样 外交部 賴清德说 这个我们要查 今天立委执行 金门的立委 杨振如执行 他出示了影片 的确是这样 影片这样 賴清德说 我不认识德文 不要装了啦 賴清德你不是你最会坦白 不管英文或德文 上面有没有中华民国一看就知道 不管你懂不懂 对不对 你不懂德文 然后上面写中文的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一百零六岁生日 庆祝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一百零六岁生日 下面的德文 这个德文上面有没有 中华民国四个字 不管你懂不懂德文 你都看得懂 各位 我相信 你只要稍稍懂英文的人 都看得懂 为什么懂英文的人 要看得懂德文 的中华民国 因为他很像 他们是一个乙系 但是你其实一看就知道 所以赖清德就打混战 我回家查一查 我在跟委员报告 赖清德是独派 谢志伟比他更独 所以你说外交部说 我们去查怎么样怎么样 外交部长李大为 你的后台没有谢志伟应 谢志伟我常 有一段时间常跟他一起上电视 他早年也是名嘴 东吴大学的 然后就出来 哇挺立 然后陈水扁 民国93年 选总统连任 就是两颗子弹那一次 陈水扁用他的空军医药专机 再者谢志伟跟江霞到处浮衔 替自己浮衔 这些人脸不红气不喘 如果是马昂九会怎么样 是国民党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民进党做什么都可以 司法纵容 媒体纵容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我刚在前一段讲 他们正美两期 大啦啦的又怎么样 你敢怎么样 对不对 极度的不公平啊 常常很多人嘴巴讲 哎呀 蓝力而斗 没有什么蓝力而斗 是蓝被力斗 蓝从来就是被斗了 不管他有没有执政 他一直是被斗的 他现在党产已经被追杀到什么地步了 各位朋友 我这个礼拜在时报周刊 礼拜五啊 各位一定要看时报周刊 我在谈党产 国民党党产和我没有关系 因为我也不是国民党党员 但是我讲的就是一个公平 一个正义嘛 各位礼拜五 你找这篇文章出来看 我写的东西 我不敢讲质地有深啊 但是我哪出来的东西 都是铁证如山 大家哪来做对照 你觉得说不够没关系 你去Google或雅乌搜寻 把我里面提到的事情再拿出来 把他前因后果看一看 会发现说 台湾这个社会实在不公平啊 台湾的司法跟媒体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挺立 而且是不要脸的挺立啊 然后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不公道 民进党做什么都可以啊 你看三年多前的太阳花 哇一片岛 所有媒体人一片岛 所有节目主持人 娱乐圈大家一片岛 啊现在呢 现在太阳花过去 一堆人跑去中国大陆 赚钱 我都不太喜欢讲 为什么 因为党人财路嘛 但是我要告诉我们很多朋友 其实我们 你今天在整个台湾的社会 很多东西 你只要讲过或做过 他一定会留下痕迹啊 因为现在网路太方便了 就你去Google Yahoo搜寻 哎呀他那时候讲怎么样 他那时候讲怎么样 人家马上就看到了 太阳花那时候 有一个也很活跃的人叫腰西 腰怪的腰 西部的西 我要是平常在拼这些哦 就是表示说你可以上网查 他这两天啊 发一个脸书啊 他说啊 我们太阳花的那些朋友啊 听说到民进党里面都不太得意啊 民进党封关 没有封到你们啊 很不爽啊 他太阳花才能 都混得不太好啊 他说混得不太好 这是他的用语哦 他说怎么混得不太好呢 他说被政二代民进党很多政二代嘛 被政二代跟有资力的 学长 学姐 狂K 就狠狠的修理叫狂K 原来太阳花认为说自己战功标平 让民进党可以执政 然后 认为说你应该 分僵 类土给我 结果呢 我们去那边 你们那边工作 既然受到这么多委屈 太阳花你谁啊 太阳花是让台湾 现在大左退步的一场运动 民进党那时候要对你歌功颂德 是因为他要你们这些人来斗国兵党 那台湾社会呢 台湾社会只要看到大学生 出来 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当然杀人是错的 但是大学生干什么都是对的 所以他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喊警察打我 现在警察就变凶手了 国家暴力 就这样啊 警察出来维持自信 他们冲进行政院 警察抵挡他们 当然要对他们 对不对 施施镇压 要不然我让你冲进行政院啊 结果他们说这个叫警察暴力 去告警察告了一堆警察 中正一分级首当其冲 分级长叫方仰宁 你知道他被告多少案子吗 42个案子 这是柯文哲讲的 42个案子 天天在跑法院 太阳华那些人 再加上那些挺立的 为什么会官司这么好打 因为台湾的律师啊 9成5以上是挺立 我常常讲法界 法界就包括法官检察官 还有律师 还有法律学者 主要是这四种人啊 法律学者跟律师 9成5以上挺立 所以你只要 指控马昂九的警察 怎样怎样 我们就帮你告 告死他 就这样啊 很多律师很无聊耶 真的啊 他就以告警察为乐啊 然后你今天看到了 民党也认为说这些都可以利用啊 所以什么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我在节目上讲 好几个业了 对不对 重心有两点 第一个 扩大 蔡英文总统的职钱 第二个 扩大律师赚钱的业务 我讲好几次 我就是一直用这两个论点 没有变了 你看蔡总统一上任多少律师当大官 你进内阁找一找 各位律师耶 律师耶 顾立琼当然最有名 林峰镇也是 罗秉承 罗秉承 律师我是很尊敬 因为他在法律辅助基金会 当董事长 平常踢很多穷人 踢很多弱势打官司 我其实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入阁 他是最近 最近蔡 赖清德上任以后他入阁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讲这些 你有时候觉得 台湾是不是变了 我告诉各位真话 从太阳化以后 台湾未来没有什么机会 所以你更要去关心 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眼前的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十九大 习近平领导他还要再领导五年 大陆的政策会怎么样 我们很多外交 你可以看到 外交我们自己在搞台独 你不是引他的动作更大吗 就像谢志伟 就像赖清德 就像外交部 你们要去国旗 要去中华民国 你越搞越高兴 他那边的动作就会加大 这是必然的 所以过去为什么外交要说两岸修兵 大家有九二公司 过去的八年安安稳稳 不要 我们 要搞台独 走下来当然对台湾不好 不过我今天 其实我最关心的新闻 不是我刚刚所讲的 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 我今天看一个新闻 我聊一下 全世界我最佩服的人叫霍金 霍金是英国的一个科学家 我是很讨厌英国 因为我看不起这个国家 到处泪斗 但他有一个天才叫霍金 有人把他拍成一部电影叫 《爱的方程式》 霍金 他用他的想象力 认为宇宙应该是怎样 我怎么讲这新闻 因为他在1966年 民国55年 那年他24岁 他写了一个博士论文 24岁拿到博士论文 这个人是天才 天才到爱因斯坦以后 大概就属他了 就是这个世纪就是他 上个世纪就是爱因斯坦 上上世纪就是牛顿 他有一篇论文 现在被PO上网 等于说他是剑桥大学 PO上网 这篇论文叫做宇宙膨胀 的属性 他一PO上网 全世界的人 大家都上去 要去看这篇论文 要去把他当录下来 结果造成网路大贪犯 各位朋友 当你在关心一些八卦的时候 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 对科学的领域 他是这么的狂乐 我看了非常感动 为了看一篇论文 把大家一起上网 为了看 为了当录 然后整个网路就瘫痪了 非常佩服 我看了真是感动 等一下回来 我们讲其他相关话题 欢迎回到小统真心话 今天是10月24 为什么要提醒这个日子 因为明天是台湾光复节 你有看到有人在庆祝吗 台湾光复 是多么重大的事情 我们小时候 整条街上全部是插板过去 张灯结彩喜洋洋光复歌和大家唱 现在当然没有了 谁在执政嘛 对不对 台北市过去要 有一些爱国人士要去借 都被他卡卡 台北市谁在当市长 很清楚嘛 各位朋友 大家知道光复对台湾的意义 但是 有一场活动 小统无意中看到 明天在立法院前面 有一堆歌手 要在那边唱 要欢度 光复就是值得欢度 我们从日本人手上 抢回了台湾 明天晚上6点 我无意中看到 我也不认识谁 但是我讲 有人 在这个当下的时候 他们大声讲出他的声音 其实 台湾的社会是多元的 你没有 有时候很难讲对或错 可是你的正义跟是非 那是要很清楚的 我昨天 看联合报个新闻 各位可以上去看 我们通宵 通宵的那个 大烟囱有三支要拿下来的 为什么 因为火力发电 它已经超零了嘛 那 这三个 三个机组 是负行环的发电机 那为什么这个会成为新闻呢 因为过去偷渡客 厌厌 然后 他偷渡厌厌看 这个地方就是 就已经是苗栗的海岸 准备要上岸了 我们过去都知道 新竹兰寮 大家最喜欢佐斯嘛 就从这边 所以他变成一个地标啊 这是联合报 等那个 各位可以上网去 顺便跟他按个赞 但是我跟我们的朋友讲 即使他是一个老的烟囱 可能过去造成了一些污染 可是他对这个社会的贡献非常大 对不对 那你有时候看很多人事地物或新闻 你要看 人 不会有 百分之百的好啊 也不会有一个人只有美德没有缺点啊 但是你要看很多事情就是 他的优点跟缺点 他的比重 有些人是很坏啊 看长相你就知道坏了 譬如说立法院那个留了烧胡子的 那个号称什么党鞭了 我都懒得讲他名字 一看就是坏蛋 对不对 但是 人呢 你不要去吹毛求知 都往人家好的看 是 一看 还有 你 一看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